今天柯文哲在問一句話說 兩個人是不是可能即將撕破臉 台西有摩擦 一個沒有黃國昌的民眾黨 民眾黨還剩下什麼 柯文哲可能自己也 半面的時候會說 現在民眾黨後面接黃國昌 民眾黨後面接柯文哲 柯文不接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跟這條官司纏身 嚇摸這些官司 你看他都黃國昌在演 所有記者每天去問黃國昌 聽起來都正面 如果來問我 都是問我真話成為北四科 奇怪 你不問到建設性 問題是柯文哲你做董主席 你最近也沒有提出什麼 可以讓人感動的法案或政策 是的確 因為現在柯文哲被列被告 或是因為案件被搞得滿頭包 那現在黃國昌 幾乎是主導了整個的民眾黨 所以原資怎麼樣看 這個後續的發展 對於柯文哲跟黃國昌兩個人 可能後續是不是會摩擦 衝突成為下一波觀察的焦點 第一我覺得黃國昌爆料說 蔡英文總統說建議 四個NCC委員國民黨兩席 民眾黨一席 我不太相信 你也不相信 我不太相信 這就是跟國民黨的訴求是一致的 因為我們也是訴求NCC的委員 要符合政黨比例 但是顯然就沒有 顯然現在NCC有提出 另外四個不同的委員 那都不是國民黨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不太可能 我覺得不太可能 另外就是 總統想要表達一下 NCC委員有誰 我想也是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行 但是用喬這個字也是蠻奇怪的 所以黃國昌這個爆料 我覺得不太可能 我是覺得不太可能 但是因為他的聲量都很大 都罵得很兇 都罵總統府說謊 對 所以他如果說有這個料的話 最好就是把那個什麼錄音檔 還是誰給他提供資料 把它揭露出來 總統說柯文哲也說沒有 我們一定會支持蔡英文這樣做 我們一定會支持總統這樣做 可惜就陳建議員不聽他的 對 那麼另外就是 柯文哲跟黃國昌 當然現在聲量有消長 因為黃國昌現在聲量非常大 直播的時候拿一根蔥 然後還說我叫柯文哲怎樣 叫柯文哲怎樣 那現在都直呼名諱 你知道我平常 假設我在直播 或者是我在節目上講話 我稱韓國瑜 我沒有叫院長 我會被我支持者罵 這樣 院制你有禮貌好不好 你怎麼可以隨便叫韓國瑜 你要叫韓院長 我們支持者會這樣子要求 所以我們現在都 講韓國瑜都會加個院長兩個字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小草們 現在居然可以把柯文哲 不當一回事 黃國昌直接講柯文哲 他叫柯文哲 小草們都沒有去罵黃國昌 理論上小草們 應該要跟黃國昌說 黃國昌你搞清楚 你加入民眾黨 才是最近幾個月的事 我們都是聽我們的柯文哲的話 你要加柯主席 你怎麼可以說柯文哲 他當立委是靠柯文哲的 顯然小草沒有這樣講 所以黃國昌才會一直柯文哲 因為小草現在都是頂黃國昌的 所以小草的風向 他比較多 現在風向有轉 那柯文哲是不是慘了 柯文哲當然緊張 柯文哲當然會緊張 所以才會說 以後不要一人政黨 其他的立委你們要表現 不要讓黃國昌一個人 就把風向全部轉過去了 所以接下來可能也會看 那現在北市柯跟金華成案 是不是有可能把柯文哲拖下水 一定的 你會貪污被告 一定的 因為柯文哲現在感覺是有一點點 就是感覺上有時候 我們一個政黨有人加分 有人扣分 那現在感覺幫民眾黨加分是黃國昌 因為他在立法院戰鬥 然後去嗆 提案 質詢 確實是有表現 那柯文哲現在比較沒有表現 因為他是主席 本來就比較能表現 不是沒表現 但是他之前的案件又被挖出來講 而且這些案件 如果真的沒什麼的話 大家講一講就沒了 可是可以這樣一講再講 而且被發現 因為你們國民黨議員 也都在打不是嗎 因為事實有的是蠻奇怪的 像那個金華成 為什麼容積率可以從392% 變成840% 這個大家都講很多 我也不用補充了 尤其是為什麼可以加那20% 台北市政府自創 當時的市政府自創一個什麼 跟都根有關的容積的獎勵 什麼智慧城市 任性城市 大家不知道這個法院議記錄在哪裡 柯文哲現在還是說不清楚 他一直講說把會議記錄調出來 大家就知道 可是問題是那個會議記錄 大家看過是說 那討論過程都沒有嘛 直接有結論 第二個就是有的會議記錄還有造假 所以現在你光看會議記錄 你也沒辦法判定 當時的真相是什麼 所以因此就是 我其實覺得說 賈光安其實可以把那個 之前有參與那些案子的人 叫來問一下 就是說先給外界一個說法跟交代 因為我相信當時參與這個案件的 審的過程當中的那些公務人員 應該有的還在台北市政府 這些人其實可以說一些話 就不要讓這些東西就是一直被 就是好像變成一個懸案這樣 不會變成懸案 因為檢調正在調查 余將軍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 柯文哲現在麻煩大了 但是另一方面 黃國昌有可能取而代之嗎 民眾黨變成黃國昌在掌控了 黃國昌他是一人黨團 他還沒有辦法代表民眾黨 他就是民眾黨在立法院裡面 唯一的代表 一人黨團 那可是民眾黨現在最大的聲量 不就在立法院嗎 所以柯文哲當然覺得不舒服 就是我弄了八席的立委 最後只有一席 有能見度 其他的七席是隱形人 沒有用 所以我才講 當時柯文哲講 黃國昌一個人可以敵五個人 現在是一個人蓋掉七個人 其他七個沒有表現 也不准有表現 也不能有意見 那當然其他的七個的立法委員也講 你兩年我也兩年 我們都只能做兩年 那七人都被黃國昌壓了死死的 整個蓋掉了 真的壓了死死的 沒有能見度 連黃珊珊都沒有能見度 可是柯文哲現在為什麼內心會對黃國昌慢慢有一些不滿的情緒上來 我現在柯文哲被打這麼慘 三大安在打我 黃珊珊矛起來跳起來捍衛 拿出了好多這個會議紀錄 雖然拿出來還不如不要拿 因為拿出來之後 袁大坊跳出來說 沒有 我沒有簽這個會議 拿出來更慘 對 等於說黃珊珊 至少也拼了命捍衛 對不對 然後其他的包含了 你說立法院的主任 陳志涵 也是親情捍衛 我雖然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阿伯一定沒事 那黃國昌沒有講一句話 黃國昌完全不提 見死不救 過河斋角嗎 幹嘛救 你這麼健康 哪有我表現的機會啊 當然啊 黃國昌幹嘛要救 又不是我惹的 你當台北市長那段又沒我 你自己去擔 黃國昌說 我有不在場證明啊 你們在風稱水起 台北市的時候 我黃國昌是實在力量的 跟我何干啊 所以他有不在場證明啊 所以他完全不介入 那你越不介入 你不要亂搞嘛 你又造了一個說 我跟你講喔 蔡總統跟柯主席 兩個人見面的時候 在喬NCC委員 所以他覺得哇你看 我這個新聞這麼大 用總統跟柯文哲在喬 一定可以幫其他的新聞把它蓋掉 後來發現出來蓋新聞的是柯文哲 可能說沒有啦 有台NCC沒有喬人士啦 那黃國昌你要不要出來 出來講 你那根蔥要不出來甩一甩啊 這個柯文哲你這樣講不對喔 這樣子大家不能接受 你應該說是 國聰老師說的對 柯文哲直接打臉了 柯文哲很少 兩個人頻率開始不對了 對不起來了 柯文哲很少這樣子打臉 對 打臉自己的人 頻率開始不對了 柯文哲有沒有打臉過黃珊珊 沒有 柯文哲就算陳志涵講得再瞎 柯文哲沒有罵過他 也沒有說過他不是 柯文哲唯一目前來講 打臉打最兇就這一次 黃國昌喔 打兩次喔 對那我都不知道 國聰老師在直播的時候要怎麼辦 你知道嗎 之前已經直呼名諱叫柯文哲了 現在你說柯文哲拿根蔥召集一下 這句話用破音字 柯文哲拿根蔥 哇那就很難聽了 所以我才說兩個人的矛盾 不是現在才開始 是現在越來越急 這件事情的每一個 是在最開始 黃國昌要公開講 柯文哲跟蔡英文講什麼事 要不要跟柯文哲查證 因為你講這兩個是大人嘛 大人物啊 大新聞 你沒辦法跟蔡英文查證 柯文哲是你的黨主席可以查證 可以問 對不對 他直接講 柯文哲跟蔡英文見面 喬人士 講到四席裡面 2比1比1 講到這麼精準喔 第一個 如果他事情有跟柯文哲講 問到了才來講 現在柯文哲事後說 沒有啦 根本沒有講這個事情 那就是柯文哲在整他 挖洞讓他跳嘛 如果他事前沒有跟柯文哲討論過這個 直接一出刀子 你知道嗎 柯文哲現在最脆弱的時候 北市科啊 金華城啊 如果再讓小草門發現 有有密室政治 跑去跟蔡英文黑箱 柯文哲是在這時候被踹一腳 很重的一腳 你不要以為只傷到蔡英文 蔡英文沒 這件事情沒有發生過 而蔡英文總統即將卸任了 坦白講 他要卸任了 柯文哲還想爬起來 所以 當黃國昌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事前沒有經過柯文哲 同意或查證 你就把講下去之後 那等於是把柯文哲整個包一包 丟到坑裡面去 所以你看到柯文哲立即出來 第二天就馬上出來回應 柯文哲可以不講吧 讓子安飛一下 柯文哲可以附和他吧 蔡英文雅巴斯黃臉 柯文哲直接講 沒有講到人事細節 那今天民眾黨還出來說 沒有啦這不算打臉 當然不算打臉 算從臉皮摸過去而已 所以這裡面就看出一個 兩個人 要嘛就溝通不良 要不然就心結 對 那再加上前面講說 不要一人政黨 緊接著宣布 以後黨團不要團進團出 意思就是 對這很明顯的意思 意思是黨團的七十億委員 不見得要聽這種道理 那這裡面這些 一個一個的印象出來